当中何佳靖扮演的展昭不但有一身好功夫 忠诚耿直的性格跟英俊潇洒的外形更是迷倒了不少女性观众 但是最近媒体在探班新版包青天的时候却发现呢 在荧幕上不苟言笑的展护卫 私底下却是大家的开心果 没戏的时候她的任务就是耍宝斗乐 这什么歌啊 哎呀我杀唱的 眼前这位哼着小蜆悠哉悠哉的演员 正是电视剧包青天中展昭的饰演者何佳靖 而一向给人感觉不苟言笑 酷着十足的何佳靖 在片场却是个十足的火宝 一没有她的戏 何佳靖就开始上蹿下跳的闲不住 在片场除了导演的指令和演员的台词 听得最多的就是何佳靖的歌声 想起什么唱什么 什么流行唱什么 去年还唱什么 什么犯错啊 什么都唱的 拍戏现场还绷得那么紧呢 我觉得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不管做任何事情 去玩也好 去工作也好 都会很放松 除了饰演包工的金超群 何佳靖也是包青天剧组的元老集成员 自1993年第一次参演包青天以来 今年52岁的何佳靖 已经演了近20年展昭 这拍起戏来也比一般人轻松许多 拍戏没压力 也让何佳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和大家一起乐呵 而除了有事没事就唱两句 何佳靖在片场还有很多自娱自乐的项目 主要是那个滑板 他真的太灵了 他是那会儿他是说 他去街上逛街 看到一个小孩子玩那个 然后他说哎还不错 然后第二天他去买了 别看何佳靖运动神经不错 人家也是文武双全的主 据片场工作人员介绍 何佳靖有事没事还爱画画漫画 或有点艺术家气质 媒体一窜落 何佳靖也是乐得露一手 知道为什么何佳靖52岁依旧身材健硕武功高强了吧 因为在片场何佳靖是根本坐不住 在他看来自娱自乐 不但给忙碌的片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还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呢 我很小就是我不停在动了 主要我觉得这个也是最大的原因 我想到的就做 什么踢箭子啊踢球啊 刘滑板啊 滑板啊 打拳啊 我们什么拳把都 打闹啊 都是运动 我们一般人跟绕拢招呼了 就每天在走乱就打到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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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